公立幼兒園名額森多週少 每年五六月都能看見家長 為了抽籤強迫頭的景象 日前民間團體針對重要幼兒教育議題 做民調 結果高達72.3%的受訪者 認為二十歲到五十歲的幼兒 要進入公立幼兒園就讀是困難的 其中又以北北基和宜花東 金馬地區的困難度為最高 調查也發現目前臺灣公私立幼兒園 比例是三比七 加上私立幼兒園 收費高 有三成的民眾認為 應該縮短公私立幼兒園 收費差距 並廣設公立幼兒園 上市未來地區就有家長反映 若沒有抽到公立幼兒園 就只能犧牲孩子的受教權益 因為私幼學費高亡之外 還得增加上下學的交通成本 遙遠有一段的距離 從屋來要到新店 也要相當坐車 要算最快就是半個小時 小孩子很可憐這樣 很早就讓他出門 然後又很晚回來 抽不到公力 賭勢力的話 我也希望說學費能夠便宜一點 能夠達到一個平衡 不要差太多 對此交易部回應 將透過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 預計在一百零九年 普設公共化幼兒園達到一千斑 公私幼比也將提高為四比六 來縮短公私幼的收費差距 在這個公共化的幼兒園裡面 它包含了一個就是所謂的公幼 一部分是所謂的非營利幼兒園 那非營利幼兒園的收費 它就會借在公幼跟私幼的中間 所以對於收費的這個拉近其實是會有幫助的 臺灣嫂子化問題嚴重 年輕人不敢生兒育女 幼兒教育的經費負擔是一大關鍵 基金會進行這項幼兒民調 希望能有效提醒政府正視幼教問題 記者莫拉斯比亞 新北市烏來採訪報導